《鱼和熊掌》不可兼得 权衡之下 他舍尽救援 这个剧本当然特别厚度 从小姑娘演到几个孩子的妈妈 导演相助一臂之力 演员齐心打破思想枷锁 我演我是演了 可是手我就不敢碰他的衣服 在这间安静的书房里 这位女士正在低头作画 她就是我们节目 今天要采访的嘉宾张金灵 这个名字 对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电影观众来说 颇有些印象 她主演的电影 比如《乔这一家子》 从奴隶到将军 可以说家喻户晓 可是从1990年之后 观众就很少从荧幕上 看到张金灵的身影了 有些事情就是这么一步一步的 人生的轨迹 我觉得上天都给你安排好了 什么时候该干嘛 什么时候该干嘛 我就给自己一个心里的这么一个定位 今天我干什么 我就用心把它干好 我没有想到 我明天后天以后 我做什么我不知道 我就命运安排我干什么 我就把什么干好 我就这么想的这么简单 1979年 对于张金灵来说 是她演员生涯中最难忘的一年 当年 28岁的张金灵 刚从湖北话剧团 调入北京电影制片场不久 年初 张金灵就收到导演张征的邀请 让她在自己的电影《小花》中 扮演何翠姑的角色 谁料想 正当《小花》剧组准备就绪 即将开机的时候 一本名叫《从奴隶到将军》的剧本 改变了张金灵的拍摄计划 我就看到了剧本 这个剧本当然特别厚度 从小姑娘演到几个孩子的妈妈 那个上下集那是很长的一段 一段这个人生的 经历了好多 很多的这个 这里有很多感人的故事 所以说我觉得两个戏相比之下 我当然更喜欢《从奴隶到将军》 张金灵之所以被《从奴隶到将军》这个剧本深深地打动 不单单是因为其间的女主角年龄跨度大 更重要的是 剧本当中塑造了 罗霄和索马 这两个丰满生动 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 在文化大革命 压抑和禁锢的十年当中 文艺作品当中的大部分人物形象 难免千篇一律 脸谱化严重 因此罗霄和索马 就显得格外与众不同 光彩照人 到上海之后 江金灵见到的是导演王妍和演员杨再宝 王妍1959年指导过电影《战火中的青春》 可以说是成名已久 演员杨再宝早在上世纪六十年代 就因为成功塑造了红日里连长的角色 一举成名 1979年时 杨再宝44岁 杨刚之气依旧 而且气质更加成熟 自然成了导演王妍眼中 扮演男主角罗霄将军的不二人选 因为在戏中 罗霄和索马的对手戏多 当时导演特地请杨再宝 来参谋索马的人选 当时好多演员都希望来演这个缩马 这个角色是一个很好的角色嘛 然后我听赛宝说 说今天来了一个缩马 赛宝得看看 这个将来做你媳妇行不行 赛宝说这可能不行 也说又来这个缩马 因为到了最后了 这可能就介绍到我 我就从北京就到了上海了 我当时他还说 赛宝还说 当时觉得金灵穿了件蓝色的布衣服 蓝色小褂 坐在那 坐在那 就可能是王妍导演又把杨再宝找来了 说再宝你看看 这个做你的媳妇行不行 再宝一看 嗯 这还行 这还行 我说等于还给了我一票吧 当时杨再宝看中的是张金灵身上 纯真质朴的气息 这正符合索马的角色要求 而导演王妍对张金灵也非常满意 喂 我架子满街是吗 全团控和多出了钱 从奴隶到将军 讲述的是 罗霄从一个奴隶娃子 在战火中成长为一名将军的故事 而影片又重点刻画了 罗霄与妻子索马 三十年携手并进的爱情故事 怎么了 按说这两个主演从选择的时候就很接近角色定位 两人的合作应该很快进入状态 可王妍没有想到 真拍起戏来 杨再宝和张金灵却表现得不尽如人意 就说结婚那场戏 我等于是铺上了杨再宝 就是来感激他 就是等于救命恩人那种感觉 因为那演员的时候都特别的封建 然后呢导演就啪打了我手一下 因为我铺上杨再宝 然后应该是抓住他的衣服 那种感情什么的 我演我是演了 可是手我就不敢碰他的衣服 导演啪就觉得我的手就是淡在那儿 没有把那个衣服给他抓住 还能感激他的那种 感激恩人的那种感情 导演这突如其来的打手 让杨再宝和张金灵两人意识到 自己表演上的缺陷 导演王妍就是要敲碎他们的架子 让他们的表演回归生活 终于在罗霄牺牲这场戏中 他找到了感觉 当时我下意识地呢 就是捂了一些脸 就是演示一下自己 在陈毅元帅来的时候 然后我就下意识地捂了一些脸 当时那个眼泪呢 就是从那个手指缝里头 就流下来了 拍完这个镜头 导演就是一条就过了 因为我们导演有一个习惯 如果这个镜头拍好了 他的嘴角就是微微一笑 如果这个镜头没有好 他一回头 这根本就 谁也看不见他的表情 他就觉得很遗憾 就一回头 我们都在观察 我们每个镜头拍完的时候 都先看导演的表情 如果导演看着你 嘴角这么一撇 这个镜头绝对没问题了 如果导演一回头 这个镜头肯定要出来 得到了导演的肯定 张金灵备受鼓舞 在接下来的拍摄中 他打破了以往拘谨 僵化的表演方式 让自己真正的情感 融入到了角色当中 1979年 电影《从奴隶到将军公映》 大获成功 在这部戏中 张金灵演出了 索马对丈夫的感情 对孩子的爱 以及对革命的坚定信仰 他的表演给观众 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